英国制药公司格兰苏史克2014年因涉嫌诈骗和行贿在中国受重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12月5日宣布决定奖利一名美国境外的外国举报人410万美元。 这名举报人向美国证交会提供线索揭露一家公司的商业违规行为。 美证交会在奖外国举报人410万中国人举报腐败可获众筹。 已有10名非美国居民获证交会奖金。 公告说这名受奖者是这家被举报公司的前雇员。 他他自愿向美国证交会举报该公司范围广时间长的证券违规行为, 并在证交会的调查过程中继续提供重要信息和协助为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安全。 证交会的公告没有透露举报人的身份。 国籍和所在地也没有说明被举报公司的名称。 这种举报奖金最多可达追缴金额的30%。 公告说该前雇员对不法行为的举报时间存在不合理的延误。 410万美元的奖励决定是在考虑了这一延误后做出的。 根据2010年通过的多德。 律师中国医药业腐败催生更多举报。 代理美国证交会举报案的华盛顿职业律师安迪。 特李克曼,Andy Rickman表示, 挥扣横行的中国医药销售行业违规行为比比皆是,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举报那些在美国上市交易, 在中国参与行贿的美国药品商。 李克曼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最近开始实行的医药企业两票制, 让更多人意识到了药品销售行业的违规行为。 中共政府2017年1月下发通知, 要求减少药品流通环节药品采购由生产企业或委托药品经营企业向医疗机构直接配送, 原则上只允许委托一次。 李克曼说, 过去经常发生的事, 当药品卖到医院的时候, 有时加价比制药公司原本卖给分销商的价格高出50%, 根据中共政府的这项规定, 境外药品的国内总代理可被视同生产企业。 李克曼说, 两票制意味着美国的制药公司现在必须把产品卖给一个分销商, 这个分销商必须直接对终端客户进行销售, 因为这些变化的原因, 我看到举报者的数量开始变多。 李克曼认为英国制药公司格兰苏史克2014年因涉嫌诈骗和刑贿在中国受到的30亿人民币的重发让相关医疗行业的举报者受到了启发。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站出来。 李克曼说, 直接举报和委托举报。 美国政交会保护举报人隐私, 同时禁止美国企业对举报者实施报复。 违者可被重罚。 李克曼律师说, 举报人可以直接向政交会提交信息, 也可以寻求代理律师的帮助。 他说, 如果中国举报人希望向美国政交会报告情况, 他们可以直接通过政交会的门户网站进行提交, 但这要做的话, 他们就必须向政交会提供姓名、电话号码和联系方式, 然后由政交会考量。 如果举报人通过律师举报, 他可以保持匿名, 即使是政交会和美国政府都不会知道他们的身份。 律师大陆举报人从香港举报希望获得保护。 美国政交会的数据显示, 39名中国大陆的举报人在2017才年2016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 向美国政交会提供了有关金融违规行为的信息, 比2016才年增加4人。 香港的举报者人数从2016才年的1人积增到2017才年的23人。 李克曼律师说香港举报数量增加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和澳门不法商业活动的因素。 他说一些来自香港的岸线的举报对象是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公司。 香港被作为举报地的原因是举报人认为他们的信息能受到更好的保护。 如果最终能获得奖励,他们也希望赚金能进入他们在香港的账户。 他说我代理的至少有一个案子是, 有一名香港居民为他在大陆工作的姐妹进行的举报, 证明当事人觉得让他的亲戚在香港举报公司腐败更为放心。 另外,李克曼律师说在澳门赌场工作的举报者也更愿意在香港向美国证交会报告博彩公司可能的违规行为。 举报项目为美国政府追缴罚款没收款超10亿。 自从多得79亿美元的奖励, 美国证交会于今年7月发放了迄今为止数额最大的一笔奖金。 两名举报人从摩根大通银行和证交会的和解罚款中共同分得6100万美元的奖金。 2014年,一名居住在美国以外的举报人获得了超过3000万美元的奖金。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证交会需保护举报者隐私, 有关举报得奖人具体所在地往往不为外界所知。 不过,澳大利亚媒体此前报道, 澳大利亚采矿业巨头币和币作公司BHP Billiton, 因为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出钱招待几十名掌控矿业许可权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到北京旅游。 2015年被美国证交会罚款2500万美元, 一名公司内部的举报人因此在2016年得到了美国证交会375万美元的奖金。